冰冰 嗨 冰冰 这就是Rebecca Rebecca 冰冰 你好 你好 你怀孕了 恭喜恭喜 谢谢 你比James说的还要漂亮 为我们坐下说吧 你先生没有陪你一起来吗 我还没结婚呢 不好意思啊 Rebecca 那你肚子里的孩子到底是谁的 你连我都要保密啊 冰冰 我看你手上戴着James祖传戒指 你们真的订婚了 恭喜啊 你也听说过这个戒指的故事啊 我当然知道 我还知道有无数的女孩想尽办法 想把这枚戒指戴在手上呢 你真幸运 谢谢 美贝卡 你们真的是我见过最特别的原福 我知道你的意思 我才不在乎怀孕的 为什么我要因为一个意外的手机卵 而改变我自己呢 我喜欢喝酒 就喝酒 我喜欢吃辣 就吃辣 为了让这个世界上烧一个怪胎 你还是少喝点吧 冰冰 你知道我和俊是怎么认识的吗 知道啊 他跟我说你们是玩乐队的时候认识的 他还说的什么 没什么 就是我们现在已经过了胡闹的年纪了 现在要严肃地对待以后的生活 对吧 James 你这么说是什么意思 你是在指着我还在胡闹吗 Rebecca 你喝多了 我没喝多 我没喝多 冰冰 我现在就严肃地告诉你 我 在你之前 是他的女友 他和你坦白了吗 Rebecca 我们从来就没有真正的交往过 可是我爱过你 James 而你只把我当成朋友 Rebecca 你别开玩笑了 Rebecca 对不起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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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事情我不是可以要跟你隐瞒呢 不是你想的那样 你听我解释 我跟Rebecca根本就没有交往过 这是上过一两次床而已 一两次 一两次 对不起啊 去吧 严肃地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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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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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哎哎哎哎 瑞贝卡 等我冰冰回来的时候 你必须跟她解释清楚 我们之间根本就没有谈过恋爱 只是上过窗而已 你明白吗 詹姆斯 这孩子是你的 你在开什么玩笑 你是这孩子的父亲 是你把我肚子给搞大了 哈哈哈哈 你真会开玩笑 我美国回来之后 我发现你开玩笑的水平 又上了一个新的层次 我没开玩笑 你真没开玩笑 你确定你没有搞错 我们之前都是有做了安全措施啊 而且你还一直在吃药 你仔细想想 我的天 我那天喝多了 我们都喝多了 后来我发现 我把药片搞错了 搞 我吃的不是避孕药 是治疗筋痛的药 你就这么搞错了 就这么简单 我就怀上了啊 你想又没有别的可 是不是世界上出了什么差错 你那段时间不是跟布鲁斯一事 百分之百的肯定 你 就是罪魁祸首 你要不相信 我们可以做DNA鉴定啊 我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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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嗨 又不是世界末日 四个月之后 生孩子的是我 不是你 你 还有 我不会跟冰的说的 怎么了 没什么 就是我感觉握得头 我感觉快要炸了 冰冰 不好意思啊 我刚刚是开玩笑的 我跟James 你没谈过恋爱 没关系 不管谈过还是没有谈过 我都不会在乎的 我不会在乎她有多少个前女友 毕竟我是她的现在进行时 还有将来时 我们马上要结婚了 嗯 我还是很希望你能够尽快找到一个爱的人结婚 我有一个小小的要求 毕竟我是她的现任女友 我希望今后你不要再单独的约James出来 我是一个中国女人 是一个会吃醋的中国小女人 希望她能理解 嗯 谢谢 谢谢 我真是替她肚子里的宝宝难过 你说她怎么就这么倒霉啊 投胎到Rebecca这种天下第一奇葩的肚子里 是吧 你怎么不说话啊 嗯 我说你的心也够大的呀 让我给你的前女友做一桌吃饭 你不怕我们俩打起来吗 我真是太愚蠢了 我警告你啊 今后不许跟她单独见面 听到了没有 嗯 别误会啊 我可不是嫉妒她 我是不欣赏她现在的态度 她以前多么的消杂放纵 我可不管 可她现在马上要当妈妈了 她就得对自己肚子里的孩子负责任呀 怎么能那么喝酒呢 一点不会孩子考虑 我真的搞不清楚 她到底是觉得恨自己肚子里的孩子 还是恨把她搞怀孕的男人呢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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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